详数的话非常重要 主要就是说它多了一个加总 像一般我们如果奖金全部加总的话 当然比较简单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假设多一个部门 比如说我要根据销售部或者开发 这只有两个部门 当然未来如果多个部门或更多的资料的话 当然你相对的话就会更复杂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能够帮我筛选出来的话 并且列出哪一些部门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 我先把名称复制起来 我们也可以用SAMIFU 所以假设我要找的是销售部的话 那我就插入函数里面找到 一样是数学里面的SAMPODUS下面 应该是SAMPODUS下面的一个SAMIFU 当然目前是因为只有一个条件 就部门 如果未来还有其他条件的话 你可以用SAMIFU S 那SAMIFU按确定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哦 它会有三个参数要我们填入资料 第一个的话呢 它会问说Range Range的话呢 其实各位以后要记的话 可以把这上面两个当成一组 意思就是说哪个范围你要找什么条件 那找的话当然我们要找的是销售部 所以销售部的话就填到哪里 填到这里 它的条件 那上面的话是去哪边找 OK 所以我先把销售部填到这里面来 它会自动怎么样 自动会帮我加前后双一号 那这个条件去哪边找 当然顾名思义在这边找一下 那如果找到之后的话 帮我去加总 加总的话 SAMIFU Range 顾名思义 就是把奖金加起来 意思就是说呢 它的条件是销售部才去加 如果不是销售部呢 就不加 OK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呢 就得到这个4500 所以基本上这一个 加这一个 再加这一个 OK 那另外的话开发部 其实基本上的话 把这个公司复制 直接开发部直接把它贴上 那直接把这个公式里面呢 把它改成开发两个字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把那个开发 两个字输入按打勾 这样也OK 那我们可以得到4500跟2500 当然了 其实这个方法如果说 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我刚刚有讲过了 其实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表的话 这边有个插入什么 插入枢纽分析表 其实也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结果 只是说有没有比较简单 比如说我如果用这个方法 也要做的话 一先告诉他说 你的那个资料表的来源在哪里 就是说你要 做枢纽分析表的来源 一就把这个选 二的话呢 找到插入里面枢纽分析表 如果一样的动作 你会按 按枢纽分析表 他问你说 这个是不是这个范围 是按确定 当然接下来就是把部门拉到列 有没有 就是纵向的 把奖金拉到直 预设他就是加总 就是三米弗 OK 你会发现到有没有 开发部 销售部 不过他多一个总计 当然呢 这样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OK 他只是说有时候杀机不用牛刀 我觉得有的时候 不用那么复杂的东西 你就当然就不一定要用枢纽分析表 只是举例给各位知道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这把他删掉了 可以也许可以 如果你希望了解一下 那个枢纽分析表跟三米弗之间的差异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枢纽分析表 特别注意就是我刚刚讲过 因为我要的值是奖金 所以如果奖金里面是数字 他就三米弗 如果未来假设值里面不是奖金 他是假设是部门的话 他就帮你的 不是加总 是加几个 康一弗 OK 差别在这里 另外底下的话 一样大于五万的 帮我加这个范围 那他这个地方就不是什么 不是像刚刚一样是哪个部门 所以一样插乱函数 我们一样用那个 最近使用过的 三米弗 那一样 所以我的习惯是中间先加 就是什么 大于五万 那他会自动帮我加前后双一号 Range的话 顾名是条件是这一个 Range是去哪边找销售金额 有没有大于五万的 然后如果有的话 帮我把销售人员加起来 按确定26个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相关的要加总的部分把它加在一起 那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请各位试试看 后面在我们的范例档里面 数学函数 这边有三题 007 009跟011 不过我建议你先做 007再做009 01再做009 最后 比如说你把那个007打开来 这一题 OK 一样用三米符 不过会有个问题 产现人员工资之和 但是这边有产现一 产现二 产现三 有没有发现 工资在这里 意思就是说 产现开头的 那问题呢 怎么看 产现开头 OK 这特别注意 这一题试一下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也就是说呢 三米符的进阶应用 里面还有一个 蛮特别的用法 一般书里面 没有特别交代的话 很多人不会这一招 那就会有问题 比如它是 什么开头的 那后面怎么办